大家好,我是哲偉 那我這邊這個專案就是要做公民科技專案的手冊 包含內容的章節跟內容的建構 跟一些書部內容的鑽形 那今天感謝的就是小瑜還有Nick 都有參加這樣的這個火坑 那我先說明一下這件事情 這個手冊呢 它當然不只是今天會進展 接下來會有一些跟不同場域的朋友 還有互動的機會 所以在畫面上你會看到有 今天是4月8號 那接下來像在童話松 或者在5月份我們會去 這個清邁那邊的一些數位人權的活動 還有滅海松的七州島 然後到7月1號的大松 甚至8月26這是暫定的日期 8月26的大松 那這是實體的部分 如果這幾個場次大家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一起來參與這個專案 那線上的部分應該可能會使用那個 Facing the Ocean的Channel 來做這個手冊撰寫的工作聯繫 那手冊今天的部分呢 其實 領導心喔 其實今天大家收集的意見 像小瑜他其實也想要提專案 所以正好可以幫我們檢視 就是Chapter 2這個發起專案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發起專案這一邊 過去是先把比較完整的專案模板 把它先copy過來 但這樣看完是覺得說 其實在新的坑主提案經驗上 好像就不用一開始去想什麼授權 還有一些比較技術 或開始以後再思考的東西 就可以著重在 為什麼要做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關係人或使用者 或初步想要解決的方式是什麼 然後第四個想要招募的角色 我們這一次也把坑主小劇歷年 討論到PM這個角色放進來 就是他也有可能會協助坑主去釐清 他的是要做什麼樣的產品 或者要做什麼樣的環節 就是可能那個專案男主都還沒有生出來之前 應該會需要一些有PM經驗的朋友 一起來幫忙 所以PM這個角色還有這個PC的角色 Coordinator的角色也會 在這個階段變得是需要去招募 那後面就是依照技能去做排例 所以專案模板就會簡化一點 變成這樣 所以新的坑主來說 可能針對這四件事情 先把一些需要招募的 或需要的內容先寫出來 那啟動階段剩下的就是看 如果內櫃坑主有想要進一步先了解 未來可能會一些涉及的面向再寫 然後FAQ應該也會再繼續累積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大概也比較多討論 就是把Chapter 3這個公司協力的情境 開始去列一些要點 也就是說如果在不同國家 也想要發起類似距離離的這種公民科技 社群的場域的話 可能會需要關心什麼面向 例如說可能會有贊助機制 需要建構起來 然後在地的國家或公部門 有沒有釋出開放資料 那因為這樣開放資料 就可以啟動很多的專案 那如果沒有的話 也可能會有一些硬的做法 甚至有沒有什麼樣的學術機構 都一直有在關心開放政府 或許也是一個盟友 那還有這一段就是把前面之前提到 如果甚至會比較操作性質 就真的要在在地發起一個小的 公民科技社群的話 可能可以怎麼樣做的東西 也放到這個章裡的Chapter 3 所以這是公民科技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就看 大家如果持續有一些想法 都可以直接進開可能性編輯 或者是到FTO的Channel加入這樣子 好 以上是我們的專案成果 謝謝 感謝各位 各位的成果報告就是模板式的 就是告訴大家要找什麼人 然後要去哪裡要做什麼 就是非常值得參考 那我們接下來的話是 剛剛